这是一部最虚假的纪录片 却真实的记录了一个神秘国家如何集体造假 2012年朝鲜找到俄罗斯导演曼斯基 想让他拍一部朝鲜美好生活的纪录片做宣传 可朝鲜做梦也没想到 他竟然把摆拍剧本和幕后花絮搬上迎品 而纪录片的拍摄过程 就是一个处心积虑剧情设定的过程 让世人更清晰的明白 一个被安排好人生的国家 到底是怎样流水线生活的 他叫辛美 和指定出境的父母在一起生活 明明只有八岁 脸上却有着与这个年纪不符的慈祥 每天清晨七点钟 不管你接受不接受 都要被大喇叭的呼喊声惊醒 接着所有居民面无表情地做广播体操 这里是朝鲜最繁华的平壤 可马路上除了几辆破旧的公交车 几乎没有太多交通工具 辛美也踏上了去学校的旅途 到达学校的第一件事 就是对着领导人的画像一一鞠躬 明亮的教室只有辛美和另一个女同学 可能为了显示教室环境 也可能同学里只有她两个更加上镜 诺大的教室里只有两个清脆的歌声 随着老师的到来 课堂正式开始 由于即将迎来光明星节 老师用整整一节课 夸赞了领导人的英明神武 在这些稚嫩的眼神中充满疑惑 他们可以不知道什么是奥特曼 可以不知道什么是游乐园 但必须记录伟大领导人的诞辰 接受一天的知识洗礼后 辛美终于可以和安排好的父母共进晚餐 虽然纪录片尽可能的展现朝鲜饮食的丰富性 但桌子上除了泡菜还是泡菜 酉酉采 这些 MARK 作词 金饭 方按 如果有几乎的牛奶 70ml的麦克風 每天一天 都可以補充 每天一天 都可以補充 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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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不知道有沒有科學 但朝鮮工作人員卻突然闖入 他們覺得一家人的表情不足以展現朝鮮人民的鋒 因為所有事情發展方向 都是嚴格按照劇本走的 一家三口可以拼凑出來 其樂融融可以製造出來 就連每一個動作每一個表情都需要清雕細琢 因為這部影片要給全世界人民看 讓他們明白朝鮮人的生活是多麼的幸福 而導演曼斯基的到來 只是為了給光明星節增加一亩色彩 至於拍什麼怎麼拍 都需要聽從朝鮮工作人員的 很快到了光明星節開幕這一天 各個階層的代表和學生齐聚一趟 本應該是一個神聖的節日 但大家表情異常的嚴肅 因為過分的歡樂或者過分的表情 都有可能被問責 除了整齊的掌聲 每個人都不會有多一度動作 欣美在這神聖的一天加入了上山隊員 一個被國家精心挑選出來的孩子 真不知道是幸福還是悲哀 在朝鮮每個人都必須是集體的一份子 而不是一個獨立的個體 你可以沒有七情六欲 但必須要維護國家賦予你的政治任務 這也導致這裡的所有人都是一個表情 麻木甚至是無助 因為沒有人會問問什麼 也從來不敢有人問問什麼 服從安排就是這個國家最大的特色 而欣美的爸爸為了配合這次的拍攝工作 由原來的報社記者 特意被安排成了工廠的工程師 和兩個從未蒙面的女工探討其中產量的問題 欣美爸爸只能連連附和 可即便這樣還是有人出來指吼畫腳 認為他們的神態表情 台詞需要精進一下 與此同時 欣美的媽媽也從食堂員工成為了動燃場的工人 紀錄片本應該是把最原始 最真的一面搬上迎賓 可在朝鮮 紀錄片卻成為了他們心裡邊希望的樣板劇 欣美這邊也沒有閒著 一群八歲的孩子 要接受一個工勤老兵愛國主義教育 和導演的鏡頭卻故意作對 反而記錄那些小動作頻頻 打瞌睡的畫面 很快在熱烈的掌聲中結束了演講 可老兵卻陷入了茫然 等了半天老兵才脫口而出 為了更好地展現朝鮮人民的豐富多彩 工作人員額外賦予新美會跳舞的人設 可從沒接觸過舞蹈的心美剛想放棄時 立刻被舞蹈老師灌輸大道理 現在選擇髮及 Return 這ita沒有筋略過程 現在掉下轉了 這已經快轉了 就好了 可否出生的方針對手 可否開始要下去 快轉了 可否有筋略測器 可否出生的方針 那不可能用手針 可否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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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 小 到 大 每 一个 朝 近 人 都 要 接 受 这 种 振 奋 人 心 的 洗 脑 教 于 在 这个 国 度 里 从 来 没有 个 人 只有 集 体 而 个 人 也 不 被 允 许 表 达 不 合 主 流 的 语 言 只有 最 大 的 那 一个 才 有 发 言 权 因为 他 是 太 阳 是 光 明 星 只能是他创造国家幸福的神话 为了全方面展现朝鲜的人文和科学 工作人员特意安排了新美同学受伤的剧本 领导们尽其所能 只为了更好地展现朝鲜先进的医疗设备 人文关怀这块也不能少 一场精心准备的慰问悄然而至 经过漫长的剧本规划 终于来到了光明星节这一天 这也是网络上疯传最慈善的小孩姐的出处 新美作为精心挑选的学生代表上台发言 不管何时何地 第一句发言不是感谢父母和老师 也不是致敬自己的努力 而是要感谢最大的那一位 本来纪录片被要求是这样的一个结尾 所有人在领导人面前鞠躬致敬 可曼斯基却偷偷录下 新美不堪重负落泪的画面 被赋予太多人设和国家任务 让这个八岁的小女孩早已身心俱疲 虽然她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 但她明白这根本就不是真实的自己 这是一个被误解的过渡 很多人觉得朝鲜免费分房是最大的福利 不用内角和挤破头找工作 可殊不知这里的每个人都不能有个人意识 整个国家为了一个纪录片集体造假 为了展示虚假的繁荣 不惜让成千上万的几岁孩童变得老辣成熟 个人崇拜和个人神话成为国家的主导意识 只有集体却从来没有个体 一个从出生就被安排好人生的国家 你真觉得这样是幸福的吗